第三代剛才說過 因為我們由許敗廷見私塾 請了老師回來之後 我們就出了很多舉人、進士等等 到第三代就是一個最厲害的時候 其中有幾個比較有代表性的人物 第一個就是許應榮 許應榮就是跟我有直接關係 他是我的高總父 而且我剛才也跟一些朋友說過 不是因為他是我高總父先這樣說 而是作為一個許家的後人 我個人覺得整個家族裡面 我覺得最光榮的就是我們曾經有過這樣的先輩 有過這樣的先輩的原因不是因為他很有錢 不是因為他不是 最大的官也不是我們家族裡面最大的官也不是他 而且他其實在那幾個人裡面他是最窮的一個 因為他比較很青年的他連自己的寶錄都拿出來給我們救濟災民 但他問題是為什麼我覺得他最光榮的就是他大概在 他在這個光水十三年十四年的時候 他十三年十四年開始就在浙江做浙江奉政市 兼在這段時間在這段時間在江水十五年的時候 就在浙江有一場很大的水災 那水災就淹沒了所有的農田 他淹沒了這些農田之後就令到全部的生產都沒有了 那他當時就向當時的光水皇帝就申請 就豁免當年的所有的稅收 以及希望潛庭能夠撥錢來振災 但是光水皇帝就同意了他這樣的要求 就豁免了當年的稅收以及撥了一些錢來振災 那事情就完結了 就是皇帝幫了你就算了 但是到光水十六年的時候 因為你一個這麼大型的水災 那個社會沒有這麼快復元到 到十六年的時候仍然都仍是那個社會仍然是很慘 而且也都是因為之前還經過了這麼多年的太陽天國 戰亂的原因 那他又再想奏捷給光水皇帝 就希望可不可以再豁免多一年 怎知道這次光水皇帝就不同意了 不同意之外 就當時還出了一個上誼 就是跟他說的 就是要求他一就降他兩級 降兩級備用 留任繼續在這裏做 降兩級 但是就要求他在光水十六年的年底 必須要將當年的所有拖欠的稅款 全部都要交清 那在這個情況底下 包括我個人 如果我是他 我可能也是 就是當你衡量兩樣東西 已經降你兩級 就是說你再不做東西就炒牛油了 你辦事不力 他降降你兩級 那你在這種情況下 我原本是想幫你的 但是沒有辦法 為了自己的風沙 為了什麼 你死比我死 要養給你的人交稅 一般人都會這樣做 人不為己 天諸地面 但是他能夠做到的事 就是說他在兩樣東西 衡量之後 他覺得要他真的去逼那些災民去交稅 即是逼死的嗎 即是逼官逼民反 那些人連吃都沒得吃 你還要怎樣交稅 在這樣的基礎底下 他在衡量到最後 他是決定了不交稅 因為不交稅的原因 到光水十七年的一月份 因為我叫你十六年 十六年年底 一定要交清些稅 因為沒有交到那些稅的原因 那當時就是給 這個今次我們在那個展覽裡面 也有展到出來的 就是當時被這個江衰皇帝 就是 我看看是不是這個 就是在這裡 可以看到 尚宇浙江報政史 許認榮著開決來經 令後簡用 那就是炒你魷魚 叫你不用 你還不來 炒你魷魚 再上來北京看看 再安排你另外一個什麼 那就是 從這一點你可以看到 就是他 他是一個真是很愛民如恥的 一個 一個 就是 搬員 而且他很愛民如恥 是寧願犧牲自己的仕途 而去 去 去為人民去做事 那他也有這個原因 因為當時就是 光水十七年 大概是三月份 他就上京 因為上京要去令後簡用 上去再作安排 在上京的途中 威不移中 就死了 死的時候是七十一歲 所以就是這個 就是 現在他之前 他在浙江之前 他在江蘇 他做過很多 當時剛剛 大家有聽過 楊乃武與小白菜的冤案 當然這件冤案 跟他無關的 但是呢 當時他做浙江 做江蘇案測試的時候 剛剛就是楊乃武 小白菜這段時間的時候 就知道有很多冤案 也是這樣 他上場之後 在江蘇做案測試的時候 他是平反了 一百多單冤案 他也有一個 他有一個稱號 叫許青天 然後他在江蘇浙江 一帶造官的時候 他自己辦入了玉英堂 因為當時那些人習慣 就是生女英 一天就淹死 一天就掉了一些田野 他開了玉英堂 去收藍這些棄英 與其教導一些民眾 不要這樣做 諸如此類 與其教導一些人 在廣東引一些 種金的技術 來到江西 在江西種一些許公金 與其教導一些人 種蟬桑這些東西 但是又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我又想大家 在這次我們去做這個 所謂的資料搜集 就要找到 雖然一個這麼清廉的官 一個這麼好的官 一個這麼老百姓愛戴的官 但是就是所謂 曹聰都有資深有 關姑都有對同人 就是怎樣呢 就是我們找到一份 這次沒有拿出來展覽的 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這份是什麼呢 就是當時 就是他被人投訴他 我可以放大一點 就有人就 就知道江奉政史 他認為 聲明平常 還有做事 什麼什麼 什麼 後來就是當地的秦府 就查過之後 就不是的 事實不是這樣的 只不過他有一個孫 有一個幼孫 又在搞搞鎮 現在都趕他回去廣州 只不過就是這樣 表示 其實當然我們說 清朝政府 都是一個很腐敗 很腐敗的政府 但是無論如何腐敗 他的體制 仍然還有在 就算是一個這麼清廉 這麼好的一個官員 但是都會有人 可以投訴你 投訴你一定要去查 查之後 然後皇帝一樣要去 知道了 所以就皇帝知道了 知道了 皇帝的義筆 義筆知道了 是啊 這件事不是這樣的 所以 還有一點 也是一個挺有趣的 一個發言 以及就是 剛才有看過 在展覽裡 有一個很大的托門 就是那個 那個 許應榮 他死了32年之後 當時已經是民國 民國十幾年的時候 江蘇浙江的民眾 就是 雜潛民 起了一個紀念碑 紀念他的 在江蘇浙江所種了的 一些所謂的好事 這一點也可以 反應到 他肯定是一個很好的官 否則是說 以中國人那種 人去查糧的性格 就沒有可能 32年之後 都還去幫他 起一個紀念碑 所以我認為這個人物 其實在我們家族 我覺得 我覺得 在後人 最光榮 就是 許應榮 有沒有什麼 風衝 許應榮就是 Danny的高祖父 知不知道高祖父 我們是高祖父 曾祖父 祖父 到爸爸 這樣數下去 許應榮 都是一個清官 都說清官 都是從江至一帶的最好的好事 所以在過世紀一年之後 還有一個人民對他這種紀念碰獎 那這個 是